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讲到 在码头那些树有人卖帽 只见那男的 双手就拿着半截砖头 坐在那一链 只听见 吓一声 拿着手上的那两截砖头 被他捏得粉碎 在场看东西的人 个个都拍手叫好 这时候 这个卖帽佬 就大声地说 老可初登跪地 人生地疏 全靠各位父老兄弟照应 这个是我的小女 今年十七岁 现在 就叫她坐在这件麻饼灯上面 谁能够将她拉得起身 我就将那女儿送了给她 明珠眼定定地望着这个女孩 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但怎样想也都想不起身 然后来回头 招呼五次又说 大哥 喂 这边看东西 只见这个女子 虽然她的样子不是十分之好看 但是也都坐坐动人 只见她手上就拿着条鞭 在墙的中间就摆开个架式 看下去 细步千腰 就如风摆扬柳 只要内行的人一看 就知道这个女孩 功夫非常之了得 她习了一个门户 坐在一栋 由七八个麻饼 淋起身的一个躺上面 没多久 一个精壮的汉子 跳入圈内 我来试一下 一边说 一边上前 就拿起个姑娘的手臂 一运力 谁知 这个女子将你手臂一拼 那个汉子立刻站不住 整个中开五六尺那么远 她乱起身 拍拍身上的泥 这次不算了 她借力洗力 卖母这个老坑就笑着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试一次 这个汉子又走上去 抓这个女子 谁知不理她怎么出力 又拉又拧 又扯又拔 这个女子 就像黏在上面 动都不动 这阵子 这个精壮的男子 已经谷得满面通红了 但没了符必 这个白爷公就对她说 如果捉下 还有其他朋友的 就不妨叫他们一起出来 那几个人夹手夹脚 拉就是了 这个男人听 嗯 没错 于是他就向着那帮人大声 说五哥 四哥 还有你 达仔 过来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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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音刚落 人群里头 几个人应声而出 有两个大概三十多岁 另外那两个 若望都有二十五六岁 个个都薄阔腰远 呼气生生 一起走上前去 只见这个姑娘 拿出两条彩绳 一手就拿一条 露出四个的绳头 就交给这四个人 对上来 那个年轻人就说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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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么茅拉的 如果你一放手 那么恶恶 我们几个 就打打到鼻都 歪 这个白爷公 听到他这么说 笑了 他说 松手就算输 可以了吧 那么 那就差不多了 拉拉拉他 虽然这个有点怒口 但他周身横育 看上去都挺大力的 于是乎 四个人一起出力 嘅 哈 无论这四个人 左车右梦 这个姑娘 坐在石灯上面 闻思不动 只是听见 他坐着的那些麻饼 咔咔咔咔 碎了一块 啪 又是碎了一块 哎呀 看上去的人 个个都喝彩 喂 好功夫啊 好功夫啊 真的严重啊 那么僵持了一阵 那个姑娘仔 将他的繩 慢慢地收 发现间一发力 四个人把蝉住 一松手 一个个打摁 滚在地上 看上去那些人 轻声笑起こ 个个又是 拍烂手掌地叫好了 不管那么多 白爷公就拿了个铜盘过来 一边走一边收钱 就在这时候 圈外面忽然大乱 几个标凝大汉 一边拥人一边用条马鞭 捧那些体验那的人就说 牧大人过来 你还站住干吗 快点走开 听到牧大人三个字 明主的心当堂打个阵 他转头一望 只见有个标凝大汉 有一边逼开的人 一边用脚踢 他小小力 用手捅了一捅 五次有话 兄长不要看了 走吧我们 五次有看得兴起的 哪里肯走呢 看多一会儿 明主这时候 也只好站下 说说旁边的人 已经闪开了一条路 标凝大汉 也逼了进来 跟着他身后面 还有一只马 自己马上 骑着一个人 这个人 生得恶死能登 走到来 他滚安落马 把马边 扔给他跟着的人 劣起三袖 就上前问了 老爷 这个是你的女儿 这个百亿公一见 是个官 于是连亡作一话 回老爷的说话 这个是小人的义女 听说 四条汉子都拉他不动 功夫看上都挺厉害的 承望老爷夸掌 他只不过就练了几天的来功 其实叫行家笑话 这个姑娘又生得挺漂亮的 我就很想靓教一下他的来功 说完就走上前去 抓住姑娘的手就要扯了 只见这个姑娘将手一缩 放出一条丝绳 但是这个木大人 他淫笑一声 依然用手去拉 这个姑娘是样无可样 一翻身 录到一边 一个礼仪打听就起翻身 然后就说 你不要使那些邪门歪道 有什么真功夫 你就尽管拿出来 旁边看的人一听 个个都说 没错 有什么真功夫 你就拿出来 这阵时 这个百亿公走上前 和这个木大人请了个安 他说 大人手段高强 我们服了 求老爷高台贵手 高台贵手 刚才你说的说话 你算不算数 我拉得起他 他就是我的了 什么 我不配得上他 老爷 你如果用硬弓拉起他 小人就无话说了 不过这样 老爷 如果你用 独指环 暗气 暗气 不空 跟你说这么多 路走 走开 走开 你两个 把这个女人 帮我拉他回去 拉了他回去 我那边 慢着 五次在旁边 已经看不过眼 他走出来 双手一拱 他说 木大人 在下 我不会武功 这个姑娘是他自己起身 不是你拉他起身 你为什么要他走 另外 即使是迎亲嫁女 也都要选个良神吉日 你这样做法 那和抢有什么差别 你这个死举人 你连我的三等奴才 你都还没拍得住 你在这里和我说话 这一边 五次又是见到这个人 这么无礼 也都发火 明珠见到这样 连亡在后面 就猛个拔他三尾 他拼命珠双手 跟着走上一步就说 堂堂黄成天子脚下 是港道你的地方 你凭什么不让我说话 我凭什么不可以 在这里和你说话 你不让我说 我就偏要说 还有 人家不够等你的事 我偏要你 怎样 话口未完 吓一声 肩膀挨在马边 叉叉叉 你说 你严命长啊你 这个卖母的女人 是你姐姐 还是是你妹妹 你这么帮着她 劳健不平 个个人都可以帮 明珠这阵时 放到震了脚 他走上前 拉着五次友就说 哎呀兄长 你说小句啦 就在这阵时 一个少年 在人虫当中 闪出来 走到这个姑娘面前 拉着她的手 看了看 宁转身 对着这个穆大人就说 穆里玛 你用暗器伤人 你算什么好汗啊你 这个叫穆里玛的人 一听 当堂打个特 为什么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呢 再看下 这见跳出来的这个人 腰挂宝刀 头大 砍鹰 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但是这阵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 他又不能不口硬 于是他就说了 你干什么的 你理得我干什么事呢 站在旁边看的明珠一见 哦 原来出来的这个 是自己的老表 毅东庭 不过这阵时 见这么多人 又刚刚就遇到这些这样的事 所以就废事上去和他打招呼 他拥了拥 五次有就说 这个是我表兄 叫做毅东庭 五次有这阵时 看着这个毅东庭 心很欢喜 他点了点头 自己毅东庭 双手一叉 站在树就说 哼 有这么巧 得这么巧 在下姓管 命贤士 我的名叫做管贤士 这个叫做木里马的人 将心口一拍他说 哼哼 我乃是堂堂的静西将军 你是什么功名啊 哼 不要说静西将军 就算是西楚霸王 来到这书 也都要讲道理 对了 到底这个木里马是什么人呢 原来啊 他是当朝太师 欧拜的嫡亲兄弟 平时啊 就娇横不发 吓吓巴巴 这次入京述职呢 是欧拜书信召他来的 说有份好差事就关照他啊 但是啊 他一向以来都很怕欧拜的 哈 他今天走过这些树 见到这个史甲梅 生得挺漂亮 想说顺手牵扬 就抢过来送给他大佬 想着哄个大佬 欧拜开心的 没想到 遇到五次友 魏东亭两个 当着这么多人 就落他面 哇 激得他火无三丈 准备发作的了 但是转念一想 这里是京师重地啊 哎呀 免得风高举火了 在这些人事繁杂的地方 如果遇到哪个 是网上的人马 哎呀 那不就很麻烦 别了 还是走人好过了 他想到这些树 冷笑一声说 老爷今天有事 没时间跟你这样的死穷鬼在这儿啰嗦 走 走当然可以 不过 你要留下个人 留下个人 那就不行了 不要理他 我们走 那两名亲兵 就架起这个史甲梅就走 魏东亭生声拔出把刀 上前一步 用一只手将一个架着史甲梅的 亲兵的肩头一紧 顺势飞在脚 踢中另外一个亲兵 只听见 哎呀 哎呦 那两个亲兵当堂就吞在底 史甲梅一脱身 笑骑骑 对着前面那个亲兵的后枕 一脚就飞过去 啪声一下 前面那个亲兵 中几钟 整个面 坑在底 当堂脱了几只牙 哇 打起身了 不行了 不行了 看热闹那些人 这么一只牙 散了 这个木里马怒了 他拿起之鞭 向魏东亭 兜口兜面打过来 魏东亭一闪 伸手就立在之鞭 坐立一搓 整个木里马在上面 打到钉 被他刺了下来 几个亲兵的看 慌了 连忙上去抢人 一边就拔刀 向魏东亭就逼过来 初时呢 还有一帮大胆的人 在旁边看东西 哎呀 看到这阵子这样的样子 你真的吗 喂 走啦 一阵间就走到 无影无踪 而在旁边的五次友 也急忙提醒 卖武的伯爷公 快点走 那个伯爷公的 原先就不想动手 这阵时 已经看见打开了 他大开一声 碎公你看住 于是舞起三折棍 呼呼声 打到木里马 三四个随从 头崩压裂 木里马见到这样 哎呀 不得点咯 一边抽刀身 一边大声快点 快点叫人过来 一早有个贴身的侍卫 就退了出来 一跳上马 飞这么快就走 去搬人过来 明珠就拉着五次友 向对人那里捐 一边来回头 一边对着魏东亭 他说 十三龙 不要打了 快点走 这个伯爷公听这番说话 知道是自己人在那里提醒 连忙用三折棍 护住身 扯箭扯退 魏东亭的一把刀 没得银光闪闪 就跟着在后边 明珠就拉着五次友就说 庆长 这个家伙救兵 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快点走 哈瑟之五次友 他凤得双手 反而走上几步 站在老树底下 离远的猛个望 明珠见到这样的样子 哎呀 什么你这样的 猛个劝五次友走 眼看着魏东亭 保护着这个老乞 和他的女儿 走过一栋桥仔 魏东亭呢 就站在桥头 那几十名的亲兵 就拿着刀 慢慢地逼近他 魏东亭 忽然之间站定 淡淡定定 将把刀 就插进刀销里头 伸手又去胸口的树 摸出一堆东西 随风一样 切地响 前面几名亲兵 哎呀 掩着面 当堂垂低 后面那些 又不知道什么事 立刻上前看看的时候 只听见 嘻嘻嘻嘻嘻 几声 每个亲兵的面上 都已经挤了十几眼 银针在树 有两个人的箱 眼睛都挤盲了 一边掩着面 呱呱声在树 叫 有些呢 就猛个拔面上 那些银针 剩下那几个 你看我 我看你 眼白白地看着 三个人 过了河 走到对面的树林 那树就不见了 而站在大树底下的 五次幼 见到这样的情形 才拉着明珠的双手 说 我们回去 话说 毅东亭 打退那些亲兵之后 走入树林那树 在树林深处 有一棵老柳树 埋母那两父女 就在老柳树底下 那这个白云公 见毅东亭 走过来 连忙起身作一 葬事 今天 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 恐怕我们父女 都难逃敌手 多谢 说完 伏地一拜 他起身 又是对女儿说 家梅 还不多谢那恩人 那女子也都立即弯腰行礼 毅东亭就连忙上前 用双手扶着他 这时候 他定眼一看 忽然叫出声 小梅 小梅 什么是你 一听到这个名 这个女子也都吓了一跳 他仔细打两下 这个人 庭哥 我真的见到你了 说完之后 两河眼泪一涌而出 小梅 刚才在打斗的时候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留意 哎呀 真的 真的这么巧的 站在旁边的这个白依公 见到他两个人是识的 非常之差异 家梅见到这样 他连忙对白依公说 义父啊 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毅东亭阿哥了 他在热河皇上 葬了一树当差 我们是隔离轮舍 他又转身对毅东亭说 这个呢 是我前年识的义父 他叫做屎龙标 我们这次入京呢 是 家梅刚刚想说下边那一节的 他见到这个老人家 和他洗掉的颜色 于是他马上改口说 哦 正是想 想投奔你呀 过来 魏东亭就正说 没有察觉这个老坑的双眼 一听到屎龙标这三个字 他走走眉头 他忽然之间说 哦 莫非是江湖上叫做铁罗汉的史大盒 这个老坑微微笑 他说 正是不才 其实 姓名难辅啊 魏东亭就说 是的 什么你们 为什么两个 认造了父女的呢 这个老坑就说 说来呢 就一拍播那么长了 既然来投奔你 不如我们先回去 慢慢再说 啊 是啊 你住在哪里 那一言是惊醒魏东亭 他一边回答 他说 我在龙虎桥东第三家 他一边起身 他望着四周围就说 啊 是啊 小老板 不如这样 你暂且 躲起来 不要动住 让我去请丁桥 然后我们再走 好吗 说完 他拨开了乱草 走了出树林 因为他庙户已经散了墙 附近周围一顶轿都没有 那作作游试 找了半个时辰 好艰难才截了一部轿车 于是吩咐那个车老板 在路边的树等着 而自己就降进去 叫他们出来准备走人 他都没走近那棵老柳树 只见临终草木 一片狼直 他连忙走快几步 去那棵老柳树底下看 只见林静仁空 那个自称史龙标的人 失踪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次讲到 魏东庭救了死龙标父女 自己就出去请丁桥打算送他回家 自己就入树林 叫他两父女出来 入到树林 只见林中草木一片狼直 而死龙标两父女 他这阵时就已经失踪 魏东庭在他心里说一声 糟 即时是四围那样招 招了一阵 在乱草丛中 就见到一只玉盔 跌在树 他执起来一看 认得是甘梅的随身之物 杀时间急出一身汗 他一挡脚就说 哎呀 都是我失算 他一刻都不敢耽误 飘出树林 走到路边那辆轿车的树 吩咐车夫说 快点 去紫禁城 车夫一边匹马 那只马放开四堤 扬起一片黄尘直奔紫禁城 这阵时 他急着见皇宫里头的母亲 之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 魏东庭的母亲 就是当今皇上康熙的奶妈孙氏 想说托人带个信进去 但是问了几个人 都说没有法子 正当他垂头丧气 走出大内府门口的时候 撞口撞面 有个叫小毛的人 跨着跨着走进来 魏东庭猛然想起 因为这个人 是在内宫的御茶房当差的 于是 他们一手吵着他 他说 小毛 找你表哥 这个小毛 他认了一声 我老表在里面 魏东庭就说 你表哥现在和唐冠 在聊天 哪有功夫招呼你 这样啊 走啦 喂喂喂喂喂 你走住啦 找你表哥什么事啊 这个小毛 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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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 说起就失礼人了 没有 妈妈就病得很厉害 我打算找表哥借钱 执弃真是弱而已 魏东庭就以为他说大话 他笑了 兄弟 既然这么孝顺呢 呃 你要多少钱啊 这个小毛就不好意思的 嗯 那怎么意思的 其实都不是很多的 一吊半就够了 一吊半这么少 要来做什么才行的 那 这些五两 那你尽管就拿去给白母医病 再买些东西呢 给他吃一下 这个小毛啊 觉得很意外 你一个月才得过五两银 那你给了我 那你 你 你这些东西不要算了吧 自己兄弟而已 哦 那就多谢了 小毛就接过银 对着魏东庭 走了个礼 跟着转身就要走了 魏东庭见他这样 于是他就说 喂喂喂喂 喂喂 去哪里先 呃 我今天在里头当班 喂 现在 偷偷地 扔出来的而已 魏东庭的连忙问他说 呃 我想问你 皇上跟前的那个宣事 你懂不懂得 这个小毛啊 听 笑了 什么不懂啊 就算是那个 苏麻拉姑大姐啊 我差不多天天都见到他 他们啊 都有皇上跟前的第一等红人 你有什么事呢 蛤 想不想我帮你什么忙啊 魏东庭笑了 她说 哈哈哈哈 没有 那个孙侍呢 是我妈来的 小毛一听 连忙跪低 哎呀 唉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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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爷 我 我 我真的 有眼就不释太深 原来你 怪不得你出手这么阔强 也有 对了 这样的 怎么呢 你回到去 你见到这个孙姆姆之后 你就告诉他 说我在西门角的树等他老人家 有些事 想问他 哦 那就可以说 我见到他 我告诉他 我立刻告诉他 我说 魏爷你在这里等他 有急事要见他 是不是这么说 嗯 好了 那我回去了 好了 那你快点回去了 哦 好 魏爷 以后有些什么 多点关照一下才行 行了 行了 好了 我走了 魏爷 嗯 说完 这个小巫一阵烟就走了去了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孙氏呢 就在角门的树就走了出来 他见到魏东庭 于是就板在他面上 他说 他说 这么急见我有什么事 没事 妈 我想说 你干什么说话 吞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事 快点说 我要服侍皇帝的 妈 我想告诉你 小梦被人抢走了 孙氏一听 吃了一惊 啊 你在哪里见到他 又被什么人抢走了 魏东庭 将正话所发生的事 长长细细地和他母亲 说了一次 孙氏越听 心就越惊 哎呀 他妈临死的时候 还交代我 叫我帮他好好地照顾好女儿 事到如今 急都没用了 你先去打探一下 现在小梦被人捉了去边树 到时再想办法一下 魏东庭的心想 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都只有这样 于是就拜别了母亲 各自回去 这些我们就不讲了 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 我们讲回五次有这一遍 五次有原先想着出醒 去欣赏春色 啊 谁知道一出门口 就遇到这样的事 激到他死死下 回到客棧之后 睡在床上的树 猛地吐大气 明珠在旁边见到这样 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不过呢 还诈诈帝帝问他 大哥 春会就要开了 是吧 什么叫春会呢 春会啊 就是春天的科举考试 五次又是刚刚想说话 只听见竹链一响 何贵主又走进来 左手又挽了一个四起盒 右手又揽了一只雅晴 他将盒呢 在桌上面放 将雅晴又放在桌底 顺势啊 就帮五次又行了个礼 喜爷啊 春会今年 是没有的了 不过 新王登基 我想 要加科损事 那么二爷 今次呢 就必定能够 金科提名啊 一边讲 一边笑奇奇地打个盒 盒里头呢 热气腾腾 放了一盘膏 一盘肿 还有一盘蒸得很淋的水鱼 另外一格呢 就放了一支笔 一个墨顶 一支鱼耳 这几样东西就摆得齐齐整整 非常之好看 那么何贵主啊 将东西一样一样 摆在桌上面 又拆开下面那个桂桶 啊 清一色的六盘蒸饭 一揭开 整间屋都香噴噴 何贵主一边整一边说 这个是我的一些意思 请二爷给面 不过我知道二爷 世代太语 不信这些东西的 但是小鹤 都是想 拿个乳头 就这样的意思 没有其他东西的 本来这间房 就死气沉沉的 被何贵主这样搞 当堂生翻 五次又一张床的树起了身 穿上鞋 笑着说 真的难为你了 哎呀不理他 刺你不刺你了 先享下口福先 来 明珠 对了 阿柱啊 这里没什么外隐 我们三个就索性 在这吃饭 高兴一下 何贵主见五次有这么欢喜 当然高兴了 又说请自己一起 喝酒吃饭 这么给面子的事 就算自己太公那代 都不知道试过没有 尽管把口眼睛说 哎呀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实质的心 不知多高兴 立刻就吩咐伙计 将过年用的那个炭炉呢 点着它 拿来兴走 哎呀 是啊 小三啊 哼 他吩咐站在旁边的小三 哎呀 你你不用去看铺了 关了他了 那边 关了他 关了他 不过这样 你呢 就跟我去 跟我去 嘉兴留那树 叫翠姑过来 请翠姑过来 五次有 以为他去妓院那树 叫那些歌姬过来 都联望说 阿柱啊 不要了吧 我最怕这件事的了 而且 现在还是国桑期间 何归柱 联望培笑说 不要紧的 翠姑就不是那些清流的人 不过呢 是帮抽香丸 那些唱语的人 写曲牌 就是这样的 都算有点身份的 那 是了 二爷 你这么小心 不是说不好 不过呢 虽然是国桑 也是新皇帝登基的好日子 人家都没有什么忌諱 这件事了 我们又怕什么 二爷呢 要拿到功名 请他过来唱之事 助下庆 都不是很过分的 那这个叫做小三的碟小耳 见五次又不再拦了 于是 飞那么快就出去了 三杯酒落肚 五次有那块面 慢慢红起来了 他笑着说 说起功名两个字 真是五味俱全 有意思 不过 想想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 明珠就撒了一口酒 他夹起一块菜 放在嘴里头 他说 嗯 啊 对了 阿哥 你又说有意思 又说没有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有 五次有笑着说 哈哈 言底你有所不知了 阿柱就知道了 阿柱呀 你告诉他听吧 何归柱喝了几杯 有点忘形 见到公子点名 就点到自己 他立刻拿着杯 他说 呵 为舍迹 秉君子之气 这个是老太爷经常说的说话 我就听到很多了 公子家 七代 出了四个状元 三十个尽士 去拔进扬州地气 人家看 吴家就好像在地下 看上天 用老太爷的说话来说 就叫他叫姚祖荣身 任子孙 好事啊 当然就有意思了 说到这些事 他拿起杯酒 一口吞下肚 公子我说 公子我说得对不对啊 你说 五次有也拍着手掌大声地说 说得好 出则羽马 入则高堂 堂上一呼 皆下百乐 这是蒲留仙先生说的说话 主啊 你要下个好注啊 明主在旁边也跟着喝酒 他第一次听到五家前世的事 他心就觉得非常之高兴 他马上倒了杯酒 滚地吞下肚 何老板 刚才说了有意思的事 什么才叫做没有意思呢 何归柱不敢回答 他眼睛睛地看着酒杯 过了很久才说 这个 我就不是很明白了 但是呢 想起来呢 就 做官虽然是好啊 不过要操心 读书是好就好 不过就很辛苦的 但是这个 这个 翠仔啊 就这些事了 我们主人家在这等着你了 将我们传来小三的声音 何归柱一听 翠姑到了 他连忙起身 摇起窗帘 走了出去 过了没多久 他带了个女孩走入来 一边走一边说 翠姐啊 快点过来见过二爷啦 这个翠姑笑了一笑 慢慢地走入正屋 走到来走直这树 对着五次友和明珠 就走了个礼 五次友和明珠 打量一下这个翠姑 差几乎 Kid笑出声 原来啊 这个翠姑 只不过是一个 十八九岁的女孩 头上面呢 又不戴什么 又不插什么 上身呢 就穿了一件 月白色的披肩 下身就穿了一件 石青接裙 颜角高高 面上面那些脂粉就很淡 额微轻末 体态凝重 见到五次友和明珠 猛个望着他 他于是笑着说 哎呀 这个是帮公子 入围葬式的 五次友本来有点驱促的 哈 见到这个翠姑 那么落落大方 自然呢 就真的Kid笑出声 他怜望说 嘿嘿 我不在乎这件事的 啊 不过既然来了 大家一起开心 不需要拘束 来 买来坐 哈 那么站起身 拿一只茶杯 倒杯茶给这个翠姑 翠姑就摘过茶 拿一条手筋仔出来 然后用手筋仔托着茶杯 微微地壳了一口 说了一声多谢就坐下 过了没多久 他说 多成公子厚意 不过既然叫我来 还是公子 喝多杯酒啦 红装助酒 是最好不过的啦 一边讲一边在怀中 就吞了支烧出来 公子呀 你们尽情地喝酒 我吹烧助行 明珠 他也很擅长吹烧 一见到这个翠姑 就拔了支烧出来 只见这支烧 伤金陷肉 光窄耀眼 哈 不知为什么呢 他们有点口痕 姐姐呀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不如我来吹啦 你就唱歌 我就吹 那不知好不好呢 何贵柱这阵时 拍着手说 嘿嘿嘿 好啊好啊 嘿嘿嘿 那不肯定是好啦 五次有型都笑了 他说 哦 行了 是不是只是说话 好 你来吹 那翠姑姑娘呢 他就唱 哈 一如是这样说啦 哈哈哈哈 明珠就接个支烧 笑着问 姐姐呀 唱段什么好呢 翠姑就想了想 他说 不如唱一段 汤学士的 庄台考试 好吗 明珠就说 好啊 不如吹 五公仰的吊 五次有 不懂这件事 他听到明珠 这样问他 于是他就说 哦 哦 好啊好啊 什么吊都好 反正吹响就行了 明珠下去笑 五子轻书 呼呼呼呼呼 笑声就飘然而出 翠姑楼波一盼 赞到一声 好笑 跟着 就按着节拍唱 相逢有知 这一段春光 吩咐他谁 他是个双春客 向月夜走难时 人诈愿 默默痴情谁识 人山花登席 人叹花朝日 穿以东军 也知归人 冷淡 冷淡 一段过后 众人就拍手叫好 何归柱就说 嘿嘿嘿 这些词太过文雅了 我倒是觉得你前日唱的那段 什么说鬼话都挺好的 明珠一听 蜘蛮的笑声 不是说鬼话 是尖鬼卦 姐姐 不如我们又唱多一段 翠姑就说 好啊 于是明珠又是吹笑 翠姑又是开声唱 那这段尖鬼卦是怎么唱的呢 那我在这书就读一次给大家听一下就算了 黄昏射得残装霸 窗外西风 难透沙 听招声 一阵一阵 细雨下 何处与人 闲溝雅 忘穿秋水 不见还家 山山 累此马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拿着红羞蟹 以尖鬼卦 不错 雅族可以共赏 啊 对了 什么叫红羞蟹 以尖鬼卦 我想请教一下 翠姑没开声 这个何贵柱就说了 这个我就知道 那意思呢 就说 老公就出了院门 那在家里的老婆就挂着老公 那不过呢 又不好意思 去问挂 那就拿着这绣花鞋呢 向天上去一匹 那如果鞋面在上面呢 那男人就很快会回来的了 那如果鞋底向天 盖着地上去一时就怕不回来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啊 那这番粗俗不堪的解释呢 听到众人哈哈大笑 就在这阵时 听到窗口外面有人说话 哈哈 整班人在这喝酒啊 开心得你们啊 好了各位 那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是书接上一回的 上次我们讲到 五次有和何贵柱一班人在这喝酒 喝到兴起的时候 忽然间听见窗外来有人说话 开心得你们啊 整班人在这喝酒 这么说了 屋里头的这一帮人 当堂吓了一跳 话音光落 魏东亭就早就揭起门帘 进来了 哈哈 老表 早就想找你了 啊 没想到今天才有空 这帮人一见 哦 原来找老表的 你望我就我望你 明珠就趕快放下之销 和魏东亭行礼 老表 今天什么风啊 竟然把你吹到这儿啊 正话 真是被你吓死礼 哎呀 不好意思 咦 这位兄台 哦 今早我们见过 他连忙走过来 和五次有就行了礼 五次有也记起了 这个就在打斗的时候 救了麦母两父女的那个人 连忙招呼他们来坐 那和魏东亭一起来 做一个年轻少年 若木十岁 一直站在门口 乱声不出 文文正正 这位少爷 是不是跟魏大爷一起过来的呢 魏东亭连忙笑着说 是啊 这个是我家的龙公子 一起出来散心 没想到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 又听到里面吹烧唱东西 所以就进来看看 于是就开个玩笑 哈哈 嘿 再次和大家说声 不好意思 吓吓大家 哦 是啊 我们也都不想逗留太久 一会儿我们就走的了 那个少年拱了拱手 对众人作了一句话 既来之责安之 不好意思 既然来到这里了 在这里坐下都无妨啊 这番说话 听到众人都打个突 因为见他虽然年纪小 但是举止稳重 落落大方 又见魏东亭 对他非常之尊敬 因此 在座各位 也都不敢态慢 五次有个连忙对他说 不如一起上来吃点东西吧 哈 这个少年摆都摆手话了 这里又不是家 不用这么好礼了 讲完 一拍地挨着翠姑坐在这里 坐定之后 他就说 其实呢 我们来了很久了 正话听到伍先生在这里 高谈阔论 又论功又论名 不如呢 麻烦伍先生 说下去吧 五次有就说 好啊 于是大家归座 说到没意思呢 柱那种说法就不对了 柳河东说 凡利之食于是者 与民之亦 既然做官 是当老百姓的奴才 那就不应该怕操心 怕苦了 坐在旁边的龙公子一听 他笑着问 我只懂得说 文武百官呢 是皇上的奴才 那怎样呢 先生说 百姓的奴才呢 五次有笑着说 天子之命 是于文明 那比较起来 仲是文明 仲于天子之命 哪个得文心 江山就找了嘛 哪个失了文心 就算你天子皇上 都是套美难掌 是不是呢 他在旁边的魏东庭一听 面色都变了 他立刻转身 望着龙公子那块面 他见到龙公子啊 听得非常之认真入神 五次又就继续说了 我们还是讲回功明 自古以来 选事之法变了几次 由香选制 就改为九品观人法 由九品观人法 改为现在的科举制 在先古的时候 世子就是上可傲公卿 游列国的遂诸后 宅主而从 从唐朝开始 风气又变 上空谈就轻实慕 民风浮泛就示品日下 既无安民之志 又无自国之才 途虚名求俸禄的人 一日就比一日多 朝廷就以此取是 欲求国富民强 那怎么可以呢 说完 五次又拿起刚刚何贵柱帮他 针的那杯酒 挖地吞下肚 然后又试说 就拿时子入围这件事来说 就有七次 在旁边的龙公子他就问了 是吗 哪七次啊 说来听下 五次又就说 孙城梅偶掌先生 就曾经跟我说过 秀采入围 初入时赤足提纜 似乞 唱名入围 脸观渴骂 造帝戚责 似丑 入了号房 孔孔身头 防防露脚 就是像秋末之冷风 考原出场 精神仿佛 天地变色 像出龙之病了 是的各位 刚才那几次 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得明白呢 不妨啰嗦 简单地和大家解释一下 先前 五次有讲到 孙城的梅偶掌先生提过 说入围有七次 入围是什么意思呢 入围呢 围的解释 就是封建时代的科举考场 入围 当然就是入考场的意思 入考场有七次 第一次是什么呢 他讲到 说受彩入围 初入时 赤足提纜 似乞 似乞 似乞乞 唱名 唱名入围 廉观渴骂 造帝戚责 似丑 叫名入围的时候 好像一个监等 入到去之后 孔孔身头防防露脚 好像秋末冬初 那些风一样 好了 考完出来之后 考试就知道了 做卷就做到头温眼花 自自然然 精神仿佛 一出到来 天旋地转 好像放了出龙的一只病猪 众人一听 又是吓吓大笑 特别是那个龙公子 扭着肚子笑 到猛脑脚 哎呀哎呀 真的好玩了好玩了 刚才好像没说完 还有哪几次 快点说吧 五次又是屈住手指数 他继续说 今天考完试 回去住的地方 在等消息 就好像如坐针尖 整个人好像一只 用绳绑着的猴子 又一次了 好 一旦榜上无名 神色撤变 好像死了老婆 那又一次了 哎呀哎呀 真的得意了 真的得意了 哎呀 那最后一次是什么 这个龙公子 急不及待 要问最后一次 五次又是笑着说 嘿嘿 最后一次呢 就是这样的 最后一次就是 哎呀哎呀 你快点说吧 快点说吧 嘿嘿 最后一次呢 就 时隔不久 气平寄仰 又担木迎朝 似普破轮之溝 这个 就是七次了 哈哈哈哈哈哈 众人是听到 非常之入神 先不先 就觉得很好笑 但是到后来 怎么笑都笑不出声 过了一阵 魏东庭 才笑着说 哈哈 先生说的这帮人 真是说得 唯妙唯肖 入目三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龙公子也都笑了 他说 哎呀 听先生的这番说话 真的令人大失所望了 要在这七次当中 找出周公 找出来 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话 众人一听 又是哈哈大笑 明珠一边笑一边说 哎呀 这位阿哥 你小小年纪 啊 你说话 真的好笑的 哈哈哈哈 是啊 阿哥 你说是不是 他用手 就拱了拱旁边的五次友 五次友 一点笑容都没有 看着这个龙公子 若有所思 怎么都点头 这阵时 何贵柱 见这个魏东庭 没什么喝酒 只是拿着酒杯 不断点点的嘴唇就算 于是 他们走过来 就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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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明珠大爷 一早已经说过 我说你呢 一向都是海量的 哎呀 为什么今天 不喝多几杯呀 莫非 那些酒不领 魏东庭就连望说 哦 兄弟有病 一早已经戒了酒了 今天 见大家这么高兴 所以 我才喝几杯 听到他这样说 坐在一边的龙公子就说了 那又何必这么辛苦呢 计我说呢 今天 你就喝酒 跟你喝个输赢 看看谁喝得多 明珠在旁边 答口说 没错了 有什么病呢 老表 龙少就说都没错了 他说你喝得 你就喝得 是不是 龙少 没错没错没错 他好喝得的 那是不是呢 龙少都说你喝得了 你就不要炸炸帝帝了 来啦 喝啦 来 火器 拿多几只大杯过来 那火器就出了去 拿几只大杯进来 魏东庭呢 这阵时 用眼看了看这个龙公子 龙公子 喊着笑出声 魏东庭就说 好了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咦咦 斗酒 个个都鬼那么兴 这阵时 何贵柱就离直出出去 没多久 笑口时时捧了个签筒 进来说 来来来来 各位各位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专门 是为敲脸解门用的酒签筒 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没错 五次有人站在身 他说 今天不论功名 不论走运 年纪我最大 来 我来先 于是 在签筒里头 就拔出一支签 拿在手里面 不出声 翠姑这阵时就问 什么签 五次有人用一只筷子 夹住送 放在口的树 依然不出声 魏东庭就起身 准备拿签来看 五次有人一摆手 魏东庭笑 他问 哎呀 难道不让人看的 五次有人吞了一口菜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何归珠忍不住了 他说 二少爷 打瓦迷了 你说出来 哪个应该喝 你说才是夹 五次有 依然不出声 猛夹 夹食 明珠这阵时就说 我看来这支签 肯定就不太妥了 所以大哥就不肯说了 所以大哥就不肯说 五次有笑着摇着摇头 在场的这么多人当中 就只有这个龙少爷就不认识这些东西 他觉得那帮大人很有趣 因此 还有这个龙公子也没有说话 翠姑也笑着说 哎呀 这支签真的阴湿的 抵死得他 来啦 我们喝啦 不如我们换个第二个玩法 好吗 换个玩法 你都要喝的 于是大家就喝了三杯 五次有 明珠和何归珠 都已经差不多醉了 翠姑的臉 喝到红当当 他跟着说 哎呀 我已经醉了 不行了 不行了 五次有就说 嘿嘿嘿 没醉没醉 喝过五碟这么多酒就说醉了 哎呀 不行了 不行了 什么不行 什么不行 明珠这阵时也差不多了 他拍一掌拍了张台树 他说 嘘 说什么事事 嘿 老财不死 国无灵日 民无灵日 咦 老财是谁啊 那个龙少爷 见明珠拍案而起 他吓了一跳 他只听到老财未死这几个字 其余的后面那个节 什么国无灵日 民无灵日 他全部听不明白说什么 于是他就问了 老财和时事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老财偷到时事吗 他偷来干什么啊 魏东庭看见明珠这样 知道他醉了 嘿 老兄 你说什么说话啊 五次有就说 什么说话啊 他说老实话 欧拜就是当今的国财 欧拜不死 清室就永烂太平了 这个龙公子就见魏东庭 上前扶着五次有 要入去休息 一边摆手祭祀 一边问 对了 欧拜这个人啊 功劳却住 为什么先生说他是贼 说他偷到时事呢 五次有这阵时 已经醉到反了 反了双眼 见这个弟弟哥 盆根问底 整个大人 他反而觉得很有趣 于是他就说 弟弟 自古权神 谁个没功劳的 乱国之神 难道他就不是贼了吗 残害百姓的 难道他不是贼了吗 来 他用手指指着明珠 对魏东庭就说 就说你的脑表 好端端 老实人家 现在搞到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这叫圈地法 实在是贺人不浅 京城里头 乞衣成群 而京城以外 千里屋野 就成为了糊涂之乡 你看看 这次 你说圈地 你害死多少人 哈哈 圈地 圈地 说完 拿着一杯一饮而尽 这阵时 站在旁边的明珠 已经忍不住了 他闭目不语 热泪中横 这场面再下去就不行了 如果再喝多几杯 什么说话都说得出 魏东亭就站起身 对他们说 对了 天晰已经很晚了 我们走了 说完 拉着龙公子的手 慈别众人就走出去 坐着月瓶店 天已经黑了 魏东亭就把刀销 向前移了一移 看着四下无人 轻转头 对身后的康熙笑着说 万岁 今天好在没有喝醉 如果不是奴才 又要被妈妈骂 哎呀 你几个朋友 真是很有意思的 还有那个五次友 看来 都很有学问的 这个五次友 是有些学问 不过 人是有些狂 狂 有什么所谓 我 不是 朕 都挺喜欢他的 对了 你看过那个五次友没有 魏东亭就将在河西苑 怎样救嫁梅的事 和康熙说了一次 康熙越听越有趣 听到魏东亭说 不见了嫁梅父女 感到好意外 于是就停下脚步问 那个女孩后来去了哪里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被骂拜捉了 如果皇上想知道他的下落的话 奴才就慢慢查 康熙点一点头 想说什么 又令了令头 不出声 那么军神两个一边走 一边谈 不知不觉 就去到正阳门 在正阳门口 整班事物在那里等着 个个都等到鬼那么心急 见他们回来 一个个笑逐颜开 就蓄涌着康熙就上了大轿 那康熙呢 一直就抬入了大内 苏玛拉姑一早在巷口那时候就等着 苏玛拉姑将康熙扶到轿 带了进去新灵宫 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康熙就见了苏玛拉姑面色这么难看 就以为自己翻子了 就激怒了他 搞得他不高兴了 那个联王说 对了 你不是经常说 说要做皇帝呢 要亲民的 为什么我一出去呢 你就不高兴啊 苏玛拉姑就倒了杯茶上来 他说 不是这件事 那就奇怪了 什么事啊 哎呀我都不知道啊 今天下午 吴良父在外头带了群人进来 将沃克 西主 折黑肚 还有哥罗塞尔拔 一起就捉了 送到京市房 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罪 连消息都打探不出来 哐一声下 康熙把茶杯出来放在桌上 岂有此理 走开半天 就搞这么多事出来了 可以乱捉人的吗 沃克这个人 我是最清楚的了 他是先帝用过的人 凭什么捉他啊 苏玛拉姑就说 因什么事捉他就真的不知道啊 听四喜话 是几位父神的意思啊 岂有此理 他在座椅上跳下来就说 那个杰叔呢 他是义政王来的嘛 难道他不会出声啊 还有那个 赫萨哈 他做什么啊 他 苏玛拉姑好冷淡的说 苏哈萨哈大人 自然当然咬不过人家啦 索尼说病了啊 那个杰叔啊 吓得两只脚都发远看 而压彼龙大人那双脚啊 好像抹了油一样 你没见到纳莫吗 多神气啊 跟在膀拜后面 去到乾清门 将一只手一摆而已 十七八个人 一涌而上 就将人绑起身了 进来大内捉人 就好像在他家里那样 康熙见到苏玛拉姑 语调越讲越激扬 他们有些克制不住了 他也知道事态非常之严重 远远超出自己想象的 不管沃克有没有罪都好 父神敢用蔑视他 胆敢擅自在大内里面捉人 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立刻说 岂有此理 你快点去 叫敬视房管事的人过来 我有话要问他 好了各位 来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话说第二天一早 五更三点的黄灯殿 文武大臣就一字排开 奏章的策略依然由索额图宣读 有什么呢 第一件是各乡会市停市八股时论 只用策论 另外一件是请豁免信至十年前未缴交的田库 第三件是咒报 敌计谋攻克同山 最后一件是务里马六百里加急 说已经将李厂皇残暴李来亭 阁瑶旗团团团围住在云阳的茅鹿山 请朝廷增兵进照 因为对这些事康熙就不是很熟 索额图一边读一边解释 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康熙一边听 一边玩着龙岸上面的一把青玉鱼意 他想着怎样开口问摩克的事 他用眼睛瞄了一下下面 见到苏克萨赫的声音不出谱在地 压必龙就不时用双眼去看看欧拜 欧拜一早已经听到吴奈凡了 他大声地对索额图说 你读就读吧 你解释这么多干什么呢 难道你们一个皇上呀 索额图连望陪萧说 回忠堂 这是太皇太后原定的旨意 怕皇上听不明白 所以特意叫我讲一下 欧拜都没等他讲完 他说 你们就将亭纪一早已经发出来了 何必啰嗦这么多东西呢 康熙见索额图很难下台 于是他拆开话题说 索额图 你父亲的病怎样 见皇帝问到自己父亲的病 索额图连望跪下 他说 托主公的红福 今天看来谭善好了些 索额图的父亲就是老父神索尼 行了 你回去替朕问候一下他 多谢皇上 索额图连望沟头回周 欧拜见到康熙没有说话 于是他就说 皇上如果没有其他的声誉 奴才要告退了 说完起床就要走了 康熙把玉如意轻轻地放下 他说 你急什么呢 朕还有说话要问 这个窩黑篩住他们一向在朕的根前当差 朕看上去都不错 为什么事 昨天 扶政派人把他们抓了 要怎么处置他们 朕真的很想听一下 按照惯例 未亲政的皇帝处置政务 全权委托扶政大臣 每一日会咒 其实都是一些官养文章 听一听就算了 现在康熙要查询这件事 压必龙觉得有点意外 接着打了个特 然后扣头稳布 说 启咒皇上 窩黑篩住 捷黑图 葛罗初以拔 煽其鱼马 在御苑里头 使用御用弓箭去蛇鹿 大为不敬 昨天神等会议 已经将四个人 格职查办 至于怎么样去处分 他们扶正尚未已定 等神相会之后 再奏万岁 欧拜对压必龙 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但是压必龙一向 跟自己就毁蛇相屈 也都不好意思 怎么说他 想了一会儿 他总觉得有点谷气 于是扔那个头 冷冷淡淡对康熙说 皇上 现在你还是这么小 你们这种事 按照先帝的惯例 是由神等裁定再施行 皇上又不用理那么多事了 话音刚落 康熙反问一句 难道我问一下都不行 一句说话 问了几个大臣都没声出 欧拜的心想 如果这次不顶他 以后他样样事都要问 那还叫做扶什么证 于是欧拜就大声地说 按照祖训 皇上就尚未亲政 这些事是不能够问的 不过 今天这件事 就不妨破例 欧拜的意思就是说 下不为例 康熙就当然听得出来 他按着抛火 冷笑说 破例就破例 那这个窩黑到底人家犯了什么罪 你为什么要捉他 他在紫禁城里面 善骑御马 欧拜是谷着一口气 好不情愿地回答 他在紫禁城里面骑马吗 没错 这个乃是欺君之罪 应该弃事 他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他父亲飞扬古 重置不法 飞扬古 还口出怨言 刨敲公团 应该一兵气使 气使就是斩首的意思 康熙吓了一跳 他跟着对欧拜说 沃克四个是先帝的随行示威 非常鼓励是内庭大臣 素来的谨慎 没什么过错 单单因为骑了鱼马 就要定他们死罪 太过分了吧 朕认为 打他几仗就算了 辞了 皇上 国典不可以因尸而废 古有名分 飞扬古 和毅克四个人 昨日已经行刑了 压必龙 索阿撒哈听 你望我 我望你 面色都变了 索阿撒哈连望叩头 杀窩克的事 神等未相议 这是欧宗堂擅自决定 擅诸天子近臣 求皇上问罪 欧拜一听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宋宗堂 和毅克 善其欲马 你不是 也罵他是 该死的奴才吗 为什么现在 真是杀了他们 你反而心痛他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蘇克撒哈即时没有声出 想到很久 看看怎么回答他 就在这阵子 看到太皇太后 面色阴沉 扶着蘇玛拉姑 走进殿 压必龙之路 这个老太婆 是精明强干 即时马上 在地上大气 都不敢吐过 过了一阵 太皇太后 很平静地说 我已经不中用了 这几年 只是想享清福 大家平平安安 就能够闭上双眼 去见太祖太宗了 你们几个父神 我原先看浪也都不错 所以我一直都很放心 不过 现在看浪就不是这样了 哼 我倒是很想知道 压必龙和欧拜 后面有人撑你腰是吗 哈 你这么大胆的你 擅自到大内捉人 而且还不周而斩 这个岛是我朝开击以来 第一件的歧视 太皇太后 越说越惊 压必龙觉得自己 再不说话 气氛就缓和不下来了 于是小小的咳嗽一声 他说 稟就千岁 神等 没去大内捉人 都是太监 吴梁父传他出来的 索额图也乘机劝解说 皇上 太皇太后不要生气 千万不要惹 金钻玉柜之体 港元对康熙 慢地打眼色 康熙也没有留意 索额图的眼神 但太皇太后一眼已经瞧到 他抹起康熙站在身上 他说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还说这些说话有什么用 皇帝在你们眼里面 只不过 是一个弟弟哥 说完 拉着康熙就忽袖而去 搞到康熙在玩的那把 青鱼鱼鱼 也乓声跌在地 跌到粉碎 康熙一走 整个大殿是静茵茵 个个都面色苍白 哈 唯独欧拜 他毫不在乎 站起来 笑着说 嘿嘿嘿 不用跪了 不用跪了 退朝了 退朝了 我们回去吧 话说 康熙被太皇太后 拉走了之后 太皇太后 吩咐随从说 送皇帝先回去养心殿 慢者好好地服侍他 然后又吩咐康熙说 今天派人叫索额图 来瓷灵宫 说完 自己坐轿便回去 魏东亭的一杆教卫 紧紧地跟着康熙后边 而这阵时 苏氏和苏玛拉姑 一早已经在巷口等着他们 见到康熙之后 就立即迎上来 台桥的几个小侍虫 也跟着上来 苏玛拉姑说了一声 不用了 他们几个才停下脚步 康熙也不理众人 大搭步走进去 刚刚走到粤衙门 远远见到 吴良父带着几个小太监 兴兴兴 嘻嘻嘻嘻 抬着一架八宝屏风 迎面走过来 这帮小太监 远远也见到康熙 即时放下那件八宝屏风 站在路边 吴良父走前一步 单脚跪低 他说 奴才和万岁请安 说完笑笑口 担高头 康熙看见吴良父的样子 这么得戚 生气了 他翘着雙手 嘻嘻不出 用双眼挖住吴良父 吴良父本来是笑的 见到康熙厚黑棉黑 又没有叫他起身 所以他依然跪在树 动都不敢动 康熙这阵时 乱转头对苏玛拉姑说 现在才是春天 但天是这么热的 不如扔中椅来这树 休息一下涼也好 于是吩咐的人 拿中椅出来 好快去 几个抬轿仔 就担了一张 雕花黄羊木的椅出来 康熙坐在树 慢吞吞地问吴良父说 我来问你 这个八堡玻璃屏风 送去哪里的 皇帝终于开口说话 吴良父就松了一口气 他回答说 奥宗堂上次入近 是太皇太后 将他赐给奥宗堂的 康熙就不记得了这件事 他想了一想 游士问 那他上次为什么不拿 回曼穗的说话 当时奥宗堂上次推迟不要 那就奇了 既然推迟不要 为什么现在又要送去 吴良父这个人 本来就不是很聪明 这次还以为大条道理 没听出康熙的意思 他靠着头又说 奥宗堂今天托人来问过这件事 奴才也想向奥宗堂尽些孝心 奴才想 索尼老大人病了 外边的大事 应该是由奥宗堂说了事 混你的帐 你这么大胆去偷屏风去巴结他 我问你 摩克是谁捉的 听到康熙就问这件事 吴良父才知道大件事 他心想 如果今天吴台奥拜这一尊老尼勒 去压一压皇帝这一尊小菩萨 看怕真的有得叹 于是他壮壮胆 硬着头皮说 这个不关奴才的事 奴才是奉命 带人去捉拿窩克 奥宗堂 他总看紫禁城的房奥 自当有权 情主陆宗的不法之徒 这件事跟奴才 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完之后 又不扣头 又不扣在地 眼定定地看着康熙 吴良父这么傲慢无礼 康熙见到当然生气 他转转问蘇玛拉姑说 计理说 关不关奴才事 苏玛拉姑说 其他的就不说 就是看他现在这么傲慢的样子 我觉得呢 就罪不容诸 不过呢 他现在是奴宗堂的契仔 皇上不妨 给他一点面子 没错 罪不容诸 罪不容诸这几个字 康熙就识了 他一拍张椅子站起来 他说 你们两父子在搞搞阵 竟然抓了朕的心腹示威 还敢说 没有牵连 不关你事 好 等一会你就知死 叫京士房的那个什么 他转转问 问蘇玛拉姑 那个叫做什么 蘇玛拉姑说 叫赵炳正 没错 叫京士房那个赵炳正过来 万岁爷有事 吩咐他做 这个太监 吴良父 平时就狐假虎威 得罪人多 个个对他都恨之入骨 见到万岁爷 发大火要整他 不知多开心 一个小侍从阿飞 这么快出去传指 吴良父见人去叫赵炳正 个心打得冷真 他想 莫非今天要拿我来开刀 吓得大汗又咚西汗 用前膝走了几步 哭丧的面子说 奴才 已经知错了 万岁爷乃念奴才服侍先 第二有几年 输奴才你像错犯啊 初犯吗 这次 苏麻拉姑在旁边 冷冷地顶了他一句 上次万岁爷 叫你掌嘴 你掌了没有 吴良父在地上 猛地撞头 他说 掌了了 掌了了 你不信 你问一下那个小吴子 是啊 天底下 你是最聪明的 如果我不知道底势 我敢这样问你 小吴子虽然 就没有什么身份 不过上次 是奉子扮猜 皇上叫他数数 你反而反过来 掌他的嘴 听过这句话 康熙就更加生气了 好啊 你真是大胆啊 赵炳正呢 他来了没有 赵炳正一早已经到了 他觉得这件事非常之棘手 正在想着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忽然听到康熙问他到了没有 他立刻跪下 他说奴才已经到了很久了 赵炳正 你也看到了 吴良父这个死奴才 你说该当何罪呢 赵炳正这时候真的拗了头 如果说他罪名轻 皇帝又不肯过他 如果你说他罪名重 死了 奴拜那头呢 又不知怎样去交差 又不敢认识他 他心急 哈 被他想出条子来 他立刻叩头说 品皇上 对于他来说 奴才认为 应该停仗 停仗啊 是可轻可重的处置 静重康熙下怀 他立刻就说 好 就按照你这样做 你帮朕出力打他 打到他死 赵炳正站起身 用手一摆 几个掌刑的太监 恶屎能登地走上来 滴起吴良父 就出力地拉他出去 赵炳正问康熙说 请子 打多少仗啊 康熙很不耐烦啊 他说 尽管打不用问多 那帮掌刑的太监 把吴良父按在地上 坐在地上打 打了三十几下 吴良父已经疲开欲赠 顶不顺了 鬼杀地叫 哎呀 救命啊 哎呀 我太公啊 哎呀 我祖宗啊 哎呀 奥中堂啊 救命啊 打死人啊 打死人啊 哎呀 救命啊 康熙 康熙聽見 吴良父被人打到死死下 啊 竟然還要叫奥中堂 他更加生氣了 對外面罕口大聲哼出去 打他 打死這些東西 你應該叫你乾爹就有用了 叫你乾爹的老爸過來也沒用 打他 那幫太監 又是拿起板 叼啪啪啪打下去 過了一會兒 叫聲停了 板聲也停了 趙炳正過來福祉說 萬歲爺 那個吴良父 已經暈了 啊 暈了 這麼快暈了 再抽他幾板 看看他懂不懂得叫 趙炳正說 應該不懂得叫了 不懂得叫 康熙一轉眼看一看蘇麻拉姑 蘇麻拉姑呢 點都點頭說 萬歲爺 儘管發落他 好像剛才那些多餘的話 就不用說了 宣士忍不住了 他說 阿彌陀佛 不打得了 老爺啊 就這樣算了 哈 康熙就說 阿武 你不要管那麼多 有朕在那裡 打他 打死這個人 停了一會兒 吴良父醒了 趙炳正走過去 對吴良父說 吴公公 不是小人手下 不留情面 萬歲爺 今天 他想拿你的命 那現在呢 又沒有人來救你 喇 喇 賴念我們兩個多年的交情 那我就叫那些手下 出力爽手些 不會很辛苦的 呃 不知你還有什麼說話 對小人說呢 吴良父知道死期要到 他閉上雙眼 趴在地 點了點頭 斷斷續續地說 請你轉告 奧中堂 我的乾爺 告訴他 我死得很慘 趙炳正 還沒等他講完 一揮手 一個太監 就舉起大板 照著吴良父的後尾枕 一板咬下去 只聽見吴良父慘叫一聲 吐口鮮血 雙腳硬得挺硬 當堂一命污膚 見到吴良父死了 康熙這陣時才覺得 這條氣是順一點 剛剛想起來進去 忽然 一個太監走過來就說 奧中堂 要見聖上 本王不見 好了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